怎麼舒服怎麼穿吧 怎麼舒服 對 像一般就是T恤啊 然後一般就是牛仔褲 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 你今天穿這樣33度很熱耶 不像3度嗎 對 你現在不覺得你很驚訝 你超熱耶 就是配短眼 但是不是那麼合身的板像這樣子 對 短一點肉肚臍可以嗎 現在好像蠻多人 其實在這樣穿 而且國外的男生都會穿肉肚臍 其實我覺得蠻酷的 大學 歡迎收看 顧炳東大學 大家好 我是戴希 耶 剛剛看的超誇張33度耶 超熱 很誇張耶 你知道嗎 這根本就是在屏東的溫度 真的耶 我們去過屏東你知道嗎 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 就沒去過 你沒去過 我沒去過 你誇張耶 超誇張的 肯定也沒去過 肯定有去過 沒去過屏東 也沒有去過高雄 為什麼會對過高雄 然後直接去肯定 因為那是校外教育 不是 那什麼 畢業典禮 不是畢業典禮 畢業旅行 大家不知道要講什麼了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就是要問 2024年男生夏日穿搭 變誇張2024年 這太隆重了吧 沒有啊 就是現在我們今年嘛 然後要準備夏天了 然後又是2024年 我們來討論一下 男生夏日穿搭怎麼穿 好啊 好不好 好 我覺得你應該很喜歡球衣穿搭 等一下啦 我覺得這model應該要挑一下 不是 好啦 我們看一下這以下八點 那你先選 你換哪一個 呃 以上皆非 沒有啦 沒有啦 前面這三個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男生穿oversize 對 然後就是可能會看 剪裁 有些有設計感 有些沒設計感 那我連今天穿的是有設計感 有一個小口袋這樣 不失禮貌的那個呢 對 有一個小口袋 沒有 如果如果是全部 我還沒發現 如果是全部都宿舍的話 我會覺得可能少一點東西 哦 對對對 就可能再多一點東西 再多一點 老實說就是顏值啦 我會是覺得寬版的T恤 看起來你就會覺得很簡單 但是又有一點穿搭感 而且全白的我覺得沒差 像UNICURU那樣全白的 然後寬鬆的衣服就可以了 我覺得要再大一點 好 再大一點嗎 假設那個男生穿搭感 就要打一個尺寸 啊 不行耶 他這個就是太 如果今天他是有兇肌的這支 還可以接受 他不行 真的假的 我不行 就是他有肌肉在乳大 他一定要再給我再大一尺寸 你很要求啊 對啊 就是已經有肌肉線材還不行哦 你應該再單身到你 好 對 好啦 我們去問一下 就是各位男性或女性們 然後有時候會覺得 男生怎麼穿會比較好看 好 OK GOGO 我們想問你說 就這邊啊 有八款男生的穿搭 哪一個是你喜歡的搭配 會選 就是比較喜歡 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比較寬鬆的下半身 寬鬆的 對對對 那短T他可以緊身的嗎 還是合身 或者是你喜歡寬鬆一點的 現在好像有蠻多也穿比較修身的 也是可以 可是不用到緊 對 因為感覺是配工裝褲比較適合 就是配短眼 但是不是那麼合身的版本 哦 對 反而也肉肚臍可以嗎 現在好像蠻多人 就是在這樣穿 對 而且國外的男生都會穿肉肚臍 其實我覺得蠻酷的 好 來 我們挖到一個世心學生 我是今天的世心笑話代表 大家好我是芭比 啊 不好意思哦 啊 很好意思耶 我天啊 沒有人敢這樣說 大家說沒有啦沒有啦 每一集都有請笑話 可能今天就請到我 這樣 也有私訊嗎 剛剛的女生 講到傳達 我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 其實我真的最喜歡 就是男生穿襯衫 哎呦 我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 是 我差點 你們會怕蟲 欸 我這樣 蜘蛛對不對 你們不會怕蟲 這就是臭直男 不怕 還沒有往我這裡耶 好 來看 還是我們剛剛要演一下 襯衫有分很多種 我覺得要那個不是最合身 就是你不是要去面試穿的 那種正式襯衫 你要穿的是那種比較 寬寬鬆鬆的 然後不管你有扣起來 或是沒有扣 我的意思說沒有扣是 裡面可能還有穿一件T恤 的那種 T恤 然後外面套襯衫 整個天起來會比較像 如果再搭工裝褲 就是工裝風吧 就搭這種的嗎 對 我會覺得就是寬寬的襯衫裡面穿T恤 然後像是穿工裝褲 好看 我會 寬板T對球衣 然後 短T的話會對牛仔褲 然後無袖會對工裝褲 他是認真每個都在配對 那你這間橘色的是在哪裡賣 這個喔 在五分譜 你都會把它帶到超時尚的耶 沒有我喜歡去五分譜 因為五分譜超時尚的 而且我喜歡剪衣服 你說自己剪衣服嗎 對啊 有時候會剪的版型比較短 或是直接剪成無袖 這樣搭起來會比較好看 它很便宜 但是它可能有的時候太窄 兼廣宰的人就不適合 所以就要把它剪成無袖 你就自己把它在設計 髮用的很有設計感這樣子 呵呵呵 好 謝謝 好 謝謝 兩位等我一下 我去換個記憶卡 好 好 欸完了 我好像沒有 都帶到記憶卡 真的假的 怎麼可能 那我們剛剛的是 不是帶這一張 還是你把它扣到電腦裡面 只是我剛剛翻好像 一點點帶 喔 沒關係啊 都下班了 不是啊 你扣他耶 啊 我想到的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我覺得下班不錯 欸 你有帶硬碟喔 當然有囉 你很弱耶 怎麼身為一個專業的YouTuber 一定要戴身上啊 欸 偷嘴我不專業喔 我沒說 公司的硬碟就很重啊 喔 跟你說 我用的呢 就是這個 Seagat Ultra Touch 超輕硬碟 別看它小小一顆 它容量呢 有到達5TB喔 它有兩種顏色 銀斗白跟軟石灰 你看這個白色搭配我以前的傳達 有沒有超好看 重量它超輕 放在我包包裡面 淑女也可以帶出門的硬碟 它還有另外一款呢 One Touch 它顏色更多 而且還有粉紅色 超可愛的 欸 看起來好像真的滿方便的 可是我 我好像沒有帶Type-C的轉接頭耶 齁 你這個也不用怕 這款硬碟呢 使用Type-C的傳輸線 完全不需要轉接頭 就能隨時傳輸 像是呢 你的Mac啊 或者是Windows 都不用害怕 因為它會自動幫你備份 你看 我們街坊啊 片量這麼大 現在有自動備份 是不是安心很多呢 欸 好像真的不錯耶 因為我每次都很怕檔案不見 所以我都不敢3T卡利的檔案 對不對 而且你重點它們還有三年保護 就像今天用壞了 也不用擔心喔 那我真的趕快要叫八二哥多買幾顆耶 對啊 八二哥你要大氣一點好不好 欸 身材工具真的不能省啊 現在透過JK跟霍皮鬧大雪的優惠連結 都會有折扣 還不趕快去買貓 我覺得就是舒服乾淨 喔 什麼叫舒服乾淨 哇 是臉的部分還是穿搭 你只有問穿搭喔 就是像那種穿褲啊 可是那種夏天穿起來就很熱 所以男生應該夏天會蠻辛苦的 就感覺什麼工裝褲 看起來版型比較挺闊的 欸 這種工裝褲可以嗎 嗯 可以 但是上衣可能 你會不會嫌棄耶 你看 我就說你那個小穿肌不夠吧 就是他這個領子太遠了 那你覺得下半身可以的話 他上半身需要換成什麼樣子 就是一個襯衫吧 比較工裝的襯衫 喔 襯衫然後再大一點 這種太正式了 就是比較 有設計感 比較 畫襯衫咧 呃 不 畫襯衫的話看場合吧 如果是去海邊的話 畫襯衫是個不錯的選擇 喔 好 好 我們今天是崩擎台 平常會注重你自己有穿搭嗎 會 平常 那你平常都怎麼穿 我們舒服怎麼穿吧 什麼舒服 對 像一般就是積蓄啊 然後一般都是牛仔褲 喔 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你今天穿這樣 33度很熱耶 是上3度嗎 對 你現在不覺得你很驚訝 你超熱耶 肯定是因為我有點體虛而已 喔 對 你超體虛 你體虛 你不知道今天上3度 我不知道 那你現在有在流汗嗎 還好 沒有 因為在宿舍上 因為在宿舍上課會很冷 有冷氣啦 對不對 其實我不是很缺的空調 那你要說 真的 那你可以先紹一下今天的穿搭嗎 你今天被 油漬污染過的 對 是不小心的 可能是吧 但是我覺得 還滿有設計感的 對 現在也挺好看的 對 然後一根牛仔褲 然後平衡一個平底鞋這樣子 而且它牛仔褲是有認真設計過 破很大道 對 它很大 它很大 我很喜歡它 你喜歡寬寬鬆鬆鬆的 感覺裡面可以藏一些什麼東西進去 什麼 比如呢 掛個什麼東西 例如說雨傘可以掛在這邊 然後今天下雨喔 其實現在很流行穿 就是那種 白色的 對 白色或黑色的那種樹的 大家都在那邊 所以你自己也是會穿的嗎 也不一定 但是就可能是長褲 然後外面穿一個外套 然後如果這很熱就可以脫外套 這樣子 那你今天穿這是不是算牛仔褲啊 對 它是偏比較氣氛的那種 對 現在很流行 會穿這種 像很多 我也有一點 很常的 長的短褲 其實它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穿 這叫做 JORTS 就是 JING SHAR SHORTS 哦 短的 短的牛仔褲 欸你不講 我不知道 對 所以現在是 它一個名詞 那你可以接受男生穿短褲嗎 可以啊可以啊 短褲可以啊 例如說什麼樣的短褲是你沒辦法接受的 如果是牛仔短褲呢 牛仔短褲可以啊 可是就是 緊刀真金嗎 因為現在就是 誰還給我牛仔緊的 你可以嗎 緊的可能會不太行 對啊 但是如果是 因為現在歐美不是很流行那種很大的 或者是女生也會穿 我知道有七分的 對對對 然後其實 男生穿那個也蠻好看的 但是緊身可能就比較 不行 哈哈哈 耶 欸拿髮了 哈哈哈 穿搭 對我們今天訪完啦 大家喜歡哪一個 男生們學起來了嗎 男生怎麼穿搭 你會穿搭嗎 對 或者是有什麼 你們想要分享你們的穿搭經驗啊 夏日怎麼穿啊 就可以跟我們講 沒錯 底下留言 現在呢 我們還有CGET的超清硬碟 有興趣底下連結現在有折扣優惠哦 超新你自己拿超新 是不是 很輕耶 行動電源還很輕耶 真的好輕喔 很誇張耶 對啊 而且它硬碟是做什麼用的 蛤你不知道嗎 呃 硬碟就是創達 那個資料 創達 對不對 真的是單C耶 哈哈哈 好可愛哦 那走啦 哈哈哈 好啦那我們進裡面就到這邊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 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好 如果喜歡我跟農農的話 也要記得追蹤我們的IG 還有CGET還有CHITO 呀 還有濃濃的 濃背狗 還有Youtube OK OK 好囉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掰掰 掰 怎麼關